最近關前街可以說是非常熱鬧 一間新店舖又一間 我們再次回到你這裏 只是因為這個男人 你看他唏噓的眼神 憂鬱的鬚筋 還要切叉燒做叉燒飯 那麼這碗叉燒飯 又會不會吃到我們黯然流淚呢 轉個頭告訴你 今次教主又搞新意思 就是專注在這一科 賣一碗叉燒飯 那一碗叉燒飯又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他未必真的會吃到你黯然燒雲 不過你可能因為會吃到阿爺的味道而流眼淚 因為教主今次推出的 是阿爺年代才有的黑鍋鏟叉燒 聽教主說 原來他小時候 阿爺就是這樣 找個鑊鏟來炒餐燒給他 現在人大了 略有小成 心中是戚戚燃 總是掛念著從前 作為後人的他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於是他就用自己的方法 重新定義對阿爺的思念 希望將對阿爺的回憶 全勝落離去下一代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他這份思念 或者你可能覺得這樣很老套 現在的科技這麼新 用機造就更完美 不過阿爺用鑊鏟炒 雖然是直火出品未必完美 多多少少的椒位都會不平均 但就是不平均的味道 才是舊時代可愛的地方 大家不妨去試試這條有故事的叉燒 今次這條叉燒新的地方在哪裡呢 首先他用了西班牙黑毛豬的豬腩去做 肉味香濃還非常爽實 配上教主特選的香料 再配合Vintage的炒法 這樣直火去炒鑊 炒完再去控脆 那些椒位會焦糖化 所以焦得香甜 不會純粹黑色焦了 當然了 教主一樣有他甘甜的自製黑豉油 和他的海南雞飯的黑豉油又不同 混合流心蛋吃又有另一番風味 這碗叉燒飯未必可以令人黯然流淚 但至少你會認同他想表達的一種味道 我們要下午到晚了 祝你的智慧